在台湾 长荣航空公司24日与波音公司 奇异集团正式签约 宣布引进24架全球最新一代广体客机 波音78710 及两架777300伊尔客机 堪称台湾民航史上最大购集案 长荣航空董作张国伟指出 波音787适合台湾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 苍牙 湿度 温度和空气的控制都非常顶尖 张国伟说 我们国人出国最常遇到的就是飞久了以后 头会痛 脚会长 会肿 然后皮肤非常的干燥 这些问题在787里面都会得到大量的改善 因为它机身结构是用比较先进的负荷材 相对是比较坚固 所以它可以建立更大的苍压 张国伟表示 787的苍压比777机型可以再减少25% 以前777机舱里的苍压大概在8000英尺 到了787已经减成只剩6000英尺 苍压高度减低 代表着飞机里的含氧量更高 飞久了乘客的头不会痛 事实上乘客飞久了会感觉头痛 就是有一点缺氧的状况 他还说 苍压高度减低 含水量也会增加 不会感觉皮肤这么干 此外 苍压减少能减缓缴的肿胀和静脉曲张 对空服员也是一项福音 外界以排价预估这26架新飞机 总交易金额上看2600亿新台币 对此张国伟口风相当紧 张国伟坦言价格优惠但细节不能讲 不然以后隔壁家的也要求比照办理 这对他并不公平 因为他花了很多心力谈价格 不能让别家不劳而获 他还说 长荣和波音 奇异 不只在采购上 在零件制造及后续飞机后端维修资源上 三家公司有很奇妙的暧昧关系 长荣透露 这次再引进两架777300ER 长荣777机队则已达到39架 是全球777机队数量排名第四的航空公司 为何选在景气不加时大采购 张国伟说 其实景气不好就是买设备最好的时间 因为景气不好大家都二肚子 连包括厂商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其实只要手上cash够 其实现在买equipment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人家说危机入市 张国伟透露 从去年到今年虽然全球景气不好 但长荣的客运量持续增加 因为策略运用得宜 现在长荣航空不是以台湾单一市场操作 而采区域的概念以亚洲为主要市场 而亚洲市场在航空市场来看 还是成长的市场 他提到货运不景气则已经好多年 长荣提早因应 前年就针对货机进行处置 该还的还 该淘汰的淘汰 长荣的货机队已经大幅缩减 其他业者的货运赔钱 长荣在这方面也赔 但是赔得不多 至于大家担忧恐怖攻击 是否冲击明年航空业景气 张国伟说 这个恐攻的事情 我想跟MERS一样都是一时的 不可能天天都在恐攻 只是说人的心里面影响会比较大 不过现在看起来恐攻大部分都还在欧洲 其实欧洲对我们来讲 对长荣来讲还不算是主力的航线 所以其实对我们影响非常的有限 而且你知道台湾人很健忘 有什么事发生过三个月都旺旺旺旺 不管什么坏事情只有三个月 所以我们suff三个月以后又是一条龙 所以我想这个整体来讲 对我们影响应该是不至很大 交通部民航局局长林志明致辞指出 未来20年整个航空市场客运成长量 可能比现在多一倍 尤其亚洲地区成长幅度 渴望高达现在的三倍 未来长荣可能增加现有服务航点班次 也可能在欧洲 美洲 亚洲 三洲增加新航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